很多時候你就會想著買英國樓一定贏 就錯了 這條片就要講一下 很多英國的物業的location 其實是不升值 所以如果你打算買一份英國樓 可以capitalgain 你就要看到最尾 會介紹幾個現在不升 未來的升值都很低 這些城市又不是不好的 不是閘、紫安叉 大家都會想住在那裡的城市 但它就是不升值 試試是怎樣看的 看回樓價就可以了 排名不分先後 我們說可能四五六個左右 第一個就是redding 很多香港人都會過去住 遠過倫敦一點 就叫做樓價便宜一點 又靜一點 就住redding 入回倫敦也不是太不方便 所以很多香港人會去住 但是它升不升呢 樓價的成交 就不騙人的 我們 這裏 redding 我們就 按進去 看 house price 你就會看到 過往的歷史 一些叫做 Lay Postal Code 的一些 叫做 Everest成交價 你就很清晰了 你看到 原來升不升值呢 叫做 升了少少 17萬 去到30萬 kind of有一個雙倍 但其實你要知道15年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全部都是升市 但是為什麼都可以打橫 這麼多年 純粹做到保值呢 那會不會只是這條街 這條街不好呢 我們不斷地找不同的區 按進去 你看到這條curve 都是平的 即是十年過去了 你家屋都是22萬 現在都是去到 30萬 其實跟你做一個 定期幾 這一年 其實分別 沒有的 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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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redding都不升 你看 平到 你看 那有什麼用呢 想像一下你買了一層樓 30萬 磅 那打算10年後升到60萬 那就不要做夢了 以前不升 是代表這個區 是不受追捧 從而不會突然間 這個區是受追捧的 可能 二年 二三年 這一下會升了少少 因為香港人會過去 叫做必貴了少少的樓價 但是一下 之後會不會有大批的人 湧入redding 他很想在redding住 又不會 所以第一個 是介紹給大家 不要買 樓自住的一個地方 甚至會投資都不好 就是redding 第二個 排名翻新先頭 一些不升值的 一些城市 就是 Southhampton 南區 我不知道 會不會很多人 會去住那裡 但是 香港人住也好 始終那個城市也有人住 Southhampton是不錯的 有暖 又舒服 近海 但樓價又如何呢 Southhampton 其實代表了 Porsmouth 代表了 Brighton 倫敦以南海岸線 叫做暖一點的城市 其實都是一口一口的 好了 住也挺舒服的 又暖又成 好了 但你看一下樓價 隨便 按一個位 開始去 看 升不升呢 升了一點的 這個位 但是你要 要很偏見到 才行 平的 上上落落 平的 在這裏 不同的地方 去隨便按一下 很平坦的 這些如果你叫做升值 未免17萬 26萬 中了10年 這些如果你說 都升 未免你的升值 要求 就低了一點 大家可以看看 這些 圖形 和那個 號碼 才是我們會買樓 的一些正常 升幅 所以看到片尾 我會教大家 怎樣用一些 網站 一些工具 去找出 最升值 的一些區域 喜歡的 先給個like 繼續下來 兩個城市 這兩個城市 是非常好的 一個城市 就是 Oxford 和 Cambridge 我相信 當地人也好 香港人也好 過到去 其實都 喜歡這個 地方去住 無論是讀書也好 文化也好 治安也好 等等 但他們的樓 為何又會 不是怎麼升 我們先去看 Oxford Oxford 跟Camry一樣 周圍按下 有好區 有不好的區 他們的樓價 這10年 是怎樣的呢 40多萬 40多萬 他起步都不便宜 13年都40多萬 現在又是49萬 這個區 不升 平的 為甚麼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他本身的東西 已經是貴 十多年前 幾十萬 已經偏貴 所以 本身貴的東西 就已經是 難去繼續 再去Double 所以 Oxford是好 但是不升 而Cambridge 情形差不多 不是好升 其實你想想到 這個情況 他是好 這個地方 但60萬磅的房子 你希望他升到1.2米 如果1.2米 會升到去 那我為甚麼不拿著1.2米 在倫敦 的Song2買樓呢 下一個我很喜歡 的城市 不過樓價 不是怎樣升的呢 就是 Blackpool Blackpool我好喜歡 因為那裏 很有 這個 old school的味道 海岸線那裏 又有摩天涼 又有 那些遊樂場 帶小朋友去 很開心的 自己去 一個大小孩 都很好玩的 但是那裏的 叫做治安 以及人的樓室 以前 英國人會去那裏旅遊 但是有廉航 例如歐洲 都是說100磅 那些人 就會不會想 Stay在Blackpool 去旅遊 所以冬天是死城 一定的 而夏天 都不好得去哪裏 從而Blackpool的樓價 雖然是便宜 你租得出去 亦都是很高Yield 但是他們的 樓的升幅 有沒有呢 事實擺了給大家看 這裏叫做好的 10萬 16萬 十幾年升了 叫做60% 未去到Double 升升地 10多萬 去到也是10多萬 9萬 10萬 是便宜的 但便宜的東西可以 便宜的 6萬都有 現在都是8萬 升了20% 好一點的區 在Blackpool 有多好 你的房子不升值 其實都是沒用的 最后這條影片會說一下一些不升值的地方 就是 曼城 你會說曼城不升值 不是吧 Alan 你不是買了很多樓在曼城 利物浦這些區 是嗎 YES 但是我這麼多間屋 在曼城 利物浦等等 都沒有一間 是在曼城 的 市中心 我在說 曼城 的市中心 其實是一個 不是升值的 一個 小區 為甚麼呢 因為 其實是 supply and demand 市中心 其實就等同我們香港的 譬如 尖沙咀 旺角 銅鑼灣 很多人會想去那裏 去 有飲食吃 但你作為一個家庭 你未必想住正在 市中心 因為比較 雜 比較吵 英國人 在那裏買 買樓的demand 就低 但是supply又多 因為起了的樓 都是幾十層 這樣起 supply code demand低 怎麼升呢 不信 就進去看看 這個圈圈 就是manchester 的市中心 按進去 17 升到22 叫不叫升呢 如果這些叫升 OK 它升值的 這個好些 17 去到20 16 22 好像這些 18 20 你看到這些 如果都叫升值的話 就是15-20% over 10年 這都叫升值 沒有一個 看了很多叫不升值的區 不正值這些 我們買的區 的升幅 就是這樣的 9萬 18萬 即是在10年裏 怎樣都 做到一個Double 而Curve 叫做 帥仔 Consistently 這樣升 9萬 19萬 10萬 20萬 13萬 27萬 這些才叫做正常的升幅 但你不要take it for granted 你不要想買英國樓 就是這些 不是的 要精準地找到這些 的位 才會升 還要是 以前升 我都幾pretty sure 之後都升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這個銀碼 都不貴 而未來 都可以升到一個倍 而升到一倍之後 那些人都還買得起 那些區 才是我們要買樓 的地方 好了 Promise了大家 會講一下一個工具 我覺得 挺好用的 就是一個 地圖地圖 可以快速看到 那裡的樓價 和樓價的所有東西 主要看樓價的一條Curve 是很容易快速知道那個區 是升不升值的 這個網站 就叫做 Open Explorer 那個link 我就放了在下面 comment 那怎樣用呢 你就去 看一個你想看的區 會分了紅、黃、鹿 純粹就讓你聽到那些人 有沒有錢 當然 但這個不關我們事 因為有沒有錢 我們只想買一間屋 是升值 隨便 當你對Manchester 哪裏也好 一無所識 你按進去 你就去 House Price 你就會看到那條Curve 12萬 去到20多萬 升不升呢 是不錯的一個升幅 那會不會只在這條街 你就到處在這個區 附近這樣去按 咦,都是這樣 再按 咦,都是這樣 再按 都是這樣 你就知道 這個區 其實就是 那麼多年以來 那些人都是喜歡 從而受追捧的 大家用過 覺得 挺好用的 給一個 Emoji 作為鼓勵 一個地球的Emoji 在comment那裏 中作為你分析的 不妨在comment那裏 寫少少 鼓勵的 說話 又或者 你有些什麼區 你覺得是 想問的 不如就寫 那個城市名 或者postal code 我集合 我又要拍一條 影片 關於 好不好的地方 好嗎 好,這條片就差不多了 下條片 拜拜 拜拜